今天来分享一个小feature 这个小feature要从今天早上我遇到的困难说到 那么我会发现 因为我经常会有一些事 不管是我们自动化的 还是一些我们公司内部系统 我自己写的内部系统 经常会有些事需要通过邮件进行通知 但是慢慢的觉得国内这些邮箱都几乎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第二个是不给钱的 其实这个也很正常这种邮箱很多 不给钱的邮箱其实很多的 但是第三个就有点困难 第三个不用手机注册的 就中国一定要手机注册 手机注册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它现在是一个手机号一个邮箱 这个就很费劲 那有些人说你一个邮箱不就行了吗 那你一个邮箱发邮件不就得了吗 我给你解释一下 它现在这种免费邮箱它有个限制 比如说 额厂的 额厂的那个邮箱 那么免费邮箱的话 我记得如果没有说错的话 一个小时只能够有一百个 收件者 一百个收件者 不是一百封邮件 一百个收件者 但是我经常会 操纵很多很多的接收者 这个就完全不能满足要求 所以说我需要多个账号 一个账号可能是不行的 好吧 当然了你说你给钱 那么这个账号应该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说我们想不给钱的吗 这是一个 好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有些比如说163 以163为例 那么我用它来发邮件有没有问题 用SMT发邮件有没有问题 现在呢 是这样了 它的这个发邮件的密码和登录邮箱的密码 都不一样 这我也能理解 我安全起见 但是呢 它更讨厌的地方呢 就说那个发邮件的密码呢 需要经常性的更新 这我是自动化的 我没有时间去天天更新我的密码 它半年更新 因此我也受不了 好吧 所以说呢 我感慨说 这都2024年了 我25年 26年前 上个世纪 在接触互联网的时候 都没有这些问题 好吧 现在反而混了这么25 6年 那么反而现在呢 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就希望一个国内也能用的 不给钱的 最好不要手机注册 最好能够发很多邮件 然后呢 能够稳定的发送的 而且最好最好 因为说白了 我为什么需要这个邮件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我想用python 来帮我发邮件 好吧 然后呢 今天早上呢 我问了我的朋友圈 问了很多朋友 然后呢 有个哥们 给我了一个好东西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 就这个 这个 这个 专门为开发者 设计的邮箱 这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 你就直接用python代码 它可以提供你SDK 然后就发邮件了 这个非常非常好 好吧 这个 我今天稍微整理了一下 这个代码 首先呢 你需要去注册 这个注册很简单 好吧 你 你自己感受一下 很简单就能注册 注册之后呢 你就能够得到一个 API一个key 有了APIkey呢 我这个代码 基本上 还不行啊 你先得有一个注册 注册完了之后呢 有一个API的key 这是一个 然后紧接着呢 你需要去 关联一个域 因为呢 它要以 你比如说 我要以这个 什么什么 addqython.com 来发邮件 什么什么 addqython.com 来发邮件 注意啊 其实这个邮箱 不一定要存在 不一定要存在 只要是什么什么 qython.com 抗结尾的 前面什么什么 这都无所谓 它都可以帮你发邮件 不存 不一定需要有这个邮件 但是呢 你必须证明 这个域是规理管的 这个确实有道理 你不能说 你去任何一个域 都可以发邮件 对吧 这不合理 你要确定 你这个域是规理管的 至于这个域里面 什么名字发邮件 它都无所谓 随便拿什么都可以发 好吧 当然了 如果说 那么这个邮箱呢 它是存在的 那么你发到那个接收者 接收者呢 可以给你回信 那么你也可以在 你的正常的邮箱里面 收到这封邮件 可以吧 当然了 如果说你是随便 伪装了一个 addqython.com的 发邮件的话 那么它回信的话 就回不了 可以 当然了 这个最好呢 还是应该存在的邮件 会比较好一些 存在的邮件 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不存在也无所谓 不存在的话 那么发邮件也没问题 只是收邮件的时候 收不着 当然有时候 我们邮件呢 也不一定要收得着 对吧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去证明 这个域呢 是被你控制的 那么这很简单 当然前提 你有一个域名 这个域名的DNS 是完全被你控制的 那么你add一个 你就可以add一个新的域 然后呢 在这个你的DNS里面呢 做几个映射 我也不能点开给你看 好吧 你照着它的需求 做几个映射 然后校验一下就可以了 顺便说一下 我给点看 好像也没有什么安全性 他帮你 你需要去做 其实有些人说 今天早上我在想 因为QY糖点抗呢 我们是有 有件服务器的 好吧 那么我认为 如果说把QY糖点抗的MX 给转过来的话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 这个安全隐患 不不 就是那相当于 我正常的邮箱 就用不了了 OK 但我发现 不会 它只是注射 剩的点QY糖点抗的MX 所以不冲突 就是你的QY糖点抗的MX 并不影响 它注射的是剩的点QY糖点抗的MX 比如说 你正常的QY糖点抗 有正常的图形化界面的 那些邮箱 这没问题 不影响 好吧 它只是注射一个剩的点QY糖点抗的MX 也就是说 这个也能用 那么QY糖点抗呢 也能用 都可以 好吧 前期呢 你要有一个预管理员 你要控制DNS 能够做这几个DNS解析 然后呢 去教验一下 教验完毕了之后 必须教验 就证明这个欲是规理管的 那么 必须证明 这个规理管 然后呢 你才能够用这个欲 给它 去发邮件 好吧 当然了 这个邮箱 不一定要存在 当然了 如果不存在的话 别人就没有办法回邮件了 OK 存在的话 别人是可以给你正常的邮箱 回邮件的 好吧 OK 那么有了这个代码之后 就可以去 用Python 用API 就可以 往外发邮件了 这就比较爽 好吧 以前的那些SMTP 虽然说也行吧 但是我说过 那些现在限制很多 好吧 那么用API来做 那该多开心了 对吧 直接一个API就搞定了 那么 我这个代码呢 已经测试过了 没问题 我也这个欲呢 我也证明了 好吧 我也校验过了 API Key呢 我也有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 这个任何一个 我可以试试 比如说 XYZ 没问题 以这个邮箱 给我的Gmail 发封邮件 OK 可以有附件 那么附件呢 你可以 你可以很多人搜 没问题 而且我发现啊 对 这个我顺便说一下 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免费的 不是免费的 不是免费的 但是我觉得呢 基本上是可以的 那么他每天 可以发100封邮件 那么每一个月呢 可以发3000封邮件 我测过这100封 是真的100封 就是说一封里面 可以有很多的接收者 它不像那个 腾讯那个 是每个小时 100个接收者 不是邮件啊 不是邮件 不是邮件数量 这真的是100个邮件 好吧 这一个邮件呢 可以有很多的接收者 所以我发现这个 对我而言足够了 当然那你如果升级的话 那他的功能会更强 他的这个数量会更多 但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是 是差不多的啊 这我觉得这个 就足够我用了 好吧 当然那你也可以给钱 好吧 OK 你也可以呢 用SMTP来发邮件 但是既然我有API了 我用SMTP 感觉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对吧 OK 这个这个我来说一下 然后域呢 你也需要教验一下 那然后呢 你需要有个API的key 要申请一个API的key 那基本上就可以发邮件了 好吧 我们来试试啊 就是其实这个邮箱是完全不存在的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发走 它是可以的 是吧 然后呢 我来我来看看 有能收到 能收到 XYZ 没有问题 附件也可以 只是这个邮箱不存在 你回邮件的话 肯定就不行 好吧 OK 但如果说呢 你用我正式的邮箱来发邮件的话 那我就可以正常收到回信 你看啊 可以有很多的接收者 这是一个列表 把列表 把东西放在这就可以了 以前我还需要把很多的 邮箱通过那个 分号连接在一起 这个操作很麻烦 这个正常用一个 Python的列表就搞定了 然后呢 这个附件也可以很多 好吧 你给一个列表 也就可以了 这里面呢 当然需要给这个 这个附件的一个路径 相对路径 完整路径都可以 好吧 那么基本上 你给我发送的源 接收者的邮箱的清单 主题 Body Body需要用HTML来写 需要用一个HTML来写 OK HTML来写 你用H1会好一些 最好用HTML来写 OK 好 那这是我们的 Body 然后呢 附件 我们再发一个 OK 你看 H1它就是大写的 OK 用HTML写会比较好一些 那这个呢 是可以回键的 回键的 那么这个 回 这个回完键之后呢 我的正常的邮箱 也是可以收入到的 这个可能要 我的邮箱稍微要等会 好 应该 对吧 OK 正常邮箱呢 也可以收入到的 你什么邮件都可以 好吧 当然了 你肯定要证明你这个浴室规定管 那么你用什么样的一个邮箱都可以发走 OK 只说呢 你随便的话 那回信可能不行了 但你用正式的话 回信也是可以的 好吧 当然了 回信的话就正常回到正常的邮箱里面去 可以理解吧 当然我认为这个东西呢 作为一个通知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消除掉了 这些什么 手机注册呀 你不需要手机注册 OK 也不用SMTP来发邮件 然后呢 也没有它API case 一直可以稳定 好吧 而且用Python来写的话 也比较舒服一些 从API的会舒服一些 好吧 OK 那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儿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不错 那么你看啊 我都写到了我的这个政客的 这个经典协议里面 那么以前呢 我是用这个 我是用我的一个email的那个 就这个 用正常的SMTP来发邮件的 好吧 这个又受限于什么 这个 这个 有时候会免费邮箱 会限制里的这个 发现者的数量 然后呢 有时候呢 就是它的这个密码 要周期性的改变 都很烦很烦 很多很多烦人的事情 而且呢 它又是普通的SMTP的 那些 那些接收者 你必须要用那个 那个 那个分号来连接 都很麻烦 好吧 但这个用API的话 就会 我感觉效果会比较爽 而且呢 你随便用那个乳箱 随便你起个名字 都可以 不管你是不是存在的 都可以 好吧 OK 那就分享到这儿啊 我感觉到这儿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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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感觉到这儿了啊 我感觉到这儿了啊